伪缩性胃炎转癌要几年 如文医生特药专家杨毅 西安交通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普通外科副主任医师 伪缩性胃炎有时候来讲 是一个胃癌的一个癌前病变 那么对相当多的人来讲 它不一定能转成癌变 那么取决于咱们对它的重视程度 对于有家族史的 或者有慢性的 有没有螺旋径感染的 等等的这种病史的家族 特别重视 再者就通过萎缩性胃炎 通过咱们的饮食药物的治疗之后 它能维持相当稳定的一段时间 因此不是所有的萎缩性胃炎 咱们都要考虑癌变 最主要要关注 有没有重点因素的这些人群 那么对这些人群 咱们及时地要进行胃镜的活检复查 然后定时地来观察 它也不一定说非要转成癌变 那么就要取决于咱们的这个重视程度 一般的萎缩性胃炎来讲 最常见的就是上部部的不适 消化功能的比较差 没有一个非常特殊的一个表现 它最主要的表现来讲 就是咱们胃镜下 或者是黏膜活检以后 取得的病理的证实 它是萎缩性胃炎 咱们胃炎来讲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